近日有网友发现宁波交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 据股权穿透信息显示 该公司由上海香蕉计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后者最大股东为王思聪 也就是说王思聪又开了一个新的影视公司了 看来还是想在娱乐圈大展拳脚 据悉王思聪旗下的香蕉娱乐曾经很鼎盛 拥有富金、李彦俊、有长进等流量明星 但在后来却没有出现更多流量艺人 就在大家以为王思聪不想燃止娱乐圈的时候 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影视公司 网友对此猜测纷纷 有网友指出可能是为了捧红孙一宁 此前就有人爆料王思聪孙一宁护司 其实是王思聪和孙一宁的一场联合炒作而已 爆料人称孙一宁的直播也是早就安排好的 还通路孙一宁在护司后的首场直播赚了700万 如今王思聪成立公司正好趁热打铁赚一笔 也有网友觉得不太可能 王思聪开公司反而是被孙一宁惊怒 想要捧出一两个艺人来对抗孙一宁 王思聪到底开公司为了什么 可能原因只有本人知道了